新能源肯定是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成年会数据显示呢 在过去的第三个月 中国卖了40多万辆的一个新能源车型 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30%多 那渗透率也达到了28% 换句话来讲呢 10个人里面差不多3个人会选择新能源 那今年呢电池价格高得离谱 所以混合动力车型也会是绝大部分的一个选择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个新选手 新月L雷神Hi-X跟老选手Song Plus DMI这个对比 那Song Plus DMI呢 我们去年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从去年到现在你去买这个车 一直要等几个月 那三月份它也卖了2万多辆 所以这个车呢 我刚找一道都好丑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还是来讲这个新月L雷神Hi-X 去年我讲过啊 日系品牌呢 跟中国品牌的混合动力 他们选择路线不太一样啊 日系品牌会喜欢用一些排量比较大一点点的 自吸发动机去配合电机去工作的 那我们身边这两款车呢 都是排量比较少的 都是1.5升基础排量的 不过呢 这个是自吸 这个是1.5T的带涡轮的一个车型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发动机舱内部 它的1.5T的发动机 用了很多的技术 去提升它的热效率 我们看到有它的EGR 它会用一个压缩比区的13比1的米勒循环 当然了 很多动力车型肯定是用米勒循环的 然后我看到一个一个地方 就是在三元后面 会有一个GPF颗粒收集器 如果你是大众的车主 你肯定知道我要讲什么 因为大众的车主 如果你是有这个东西油耗升高了 打去夏天问的 它肯定会跟你讲 你去跑一下高速 让它的排出来的废气 去溶掉那些堵塞物 但是呢 吉利它放在这里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发动机的废气出来 最热就在这里 所以它不存在说会堵塞这种情况 这个地方要给吉利的工程师一个点赞 那这两个车呢 其实虽然走的路线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呢 它这个车的发动机的动力是110千瓦 它的电机的功率是100千瓦 跟这个车是反过来的 这个车呢 它的发动机功率只有81千瓦 但是呢 它的电机 它的P2电机功率非常高 145千瓦 虽然它们走的路线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呢 它们的热效率真的是很像的 43.32%的热效率 旁边呢 这个是43.0%几 这个车的热效率甚至还要比比亚迪的 要高一点点 另外呢 这两个车的加速 是一样的加速时间都是7.9秒 好了废话技术的东西讲太多了 我们现在上车 看一下它们两个 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新约L雷神混动车型上面 先来讲一讲 整个内饰其实跟普通的新约L2.0T那些纯气油版 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的 同样会有三块的屏幕放在里面前 都是超过了12英寸啊 不过 我要吐槽了一下就是这些杜格的失调啊 反光太严重 现在是 现在是 时间是下午一点钟 顶了太阳 反光很厉害 甚至是我这里看地图的话都不太能看得清楚 这是要稍微吐槽了一下 但是整个内饰做工真的是挺好的 有一种豪华感啊 屏幕看起来也有科技感 比如说这里有红白蓝的一些缝线 看起来比较高级 旁边这里啊 它的皮革摸起来也是比较顺滑的 它相比起那个Songplus DMI 它整个中控的设计其实也是更加好的 比如说杯架 特别讲一下这个杯架 那个Songplus BMI的那个杯架设计 真的是我觉得很差 它的杯架很小啊 大一点点的保温杯可能塞不进去 然后这里会顶住 但是呢 这个Songplus DMI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 你看这里还有纤维器 大一点的保温杯都能放得进去 不过呢 下面电子打码下面的储物空间呢 Songplus DMI会相对来长会大一点点 那么这两款车对比起来 由于Songplus DMI的整个车身尺寸是更大了 这个车的车身尺寸是超过了4770毫米 比这个身长的轴距呢 也超过2800毫米 那从物理上面来讲呢 长的轴距肯定会带来更加好的舒适感 那么实际开起来的话呢 它的整个车身的弹跳啊 抑制也是这个车会更加的好 坐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那Songplus DMI会相对来讲呢 弹跳会多一点点 那么另外两个车都是比较安静的 因为两个车两边都会有双层革音玻璃 那如果真的再挑一点点毛病的话呢 这个雷声动力的车呢 因为它的发动机介入会更加的多 那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呢 会稍微发动机的动静会多一点传到车里面啊 那么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很关心这个车跟Songplus DMI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汽油车 但是中发DM的感觉会比较弱 现在我们开了 大概是5.7升的 油耗P10速38跑了 半个小时 差不多20公里 那我们整段路都是在城市里面开的 大家觉得这个油耗满意吗 其实通过今天试驾 两个车开起来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我怎么选 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新UAL 因为它的内饰更加的豪华 开起来感觉会更加的舒服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呢 这个车目前是没有绿排的 旁边这个车是有绿排可以充电 如果你有绿排的需求 那我建议你直接就上SUN Plus EMI 你就不用想了 但是你觉得可以等一等的话呢 你可以等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车呢 未来肯定会有PHEV的车型 毕竟那个车还要等几个月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